今天花叶姐妹分开营业,一熊上半天班,之前断损了两个月,今天叶叶给花花铺了一桌竹笋宴,花宝鸡被靠在木头上,像个小朋友一样做得端端正正。 之前花花在那场都不怎么吃东西,现在有竹笋了,花菊终于可以大快朵頤了。 花花吃了一会儿,还是觉得做端正太累了,还是直接上桌去吃比较舒服。 毕竟这样可以吃完一根,马上接一根。 花花小脚一身,做好慢慢享受美食,没过一会儿就吃出了一堆笋皮。 妹妹还没吃呢,好不容易有了笋,我要给她留一点。 花花就是这样关心爱护着妹妹,她从桌子上下来,只吃了不到一半的笋。 花花倒平时最喜欢和妹妹抢地盘的小床,不知道为什么妹妹一直没出来。 花宝鸡玩着道理自娱自乐,她应该是觉得让自己玩累了就容易睡着吧。 过了一会儿,花花又起来开始她最爱的掏兜兜,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两姐妹分开营业。 其实她们互乱打闹只是姐妹俩的娱乐方式,兄弟姐妹互相打打闹闹在动物界是再正常不过了。 花菊又不会玩手机看电视,和妹妹的互乱她玩得很高兴。 如果真的像某些人说的,花花天天被叶子欺负,她就不会像这样经常主动来找妹妹聊假了。 其实平时开玩笑说叶子演技好,那也是因为叶子确实很注意控制力度。 花花好不容易把自己哄睡着了。 没过一会儿,她又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巡逻。 叶子不在,让花花也是有点无聊。 没到下班时间,干脆就回去了。 下午是叶子单独营业,她干脆在这里睡了大半时间。 屋里面那么多床,姐妹俩都喜欢这张。 可能是上面有姐妹俩做的标记吧。 看着叶子这么无聊的样子,还是希望今天分开营业只是临时情况。 下周二,大家又能见到开心玩闹的姐妹俩。 不等会儿。 我们一起播私吧。 我们住手 JustD